來 我們最後有一個 最後的那個 提案報告 來 梓桐 大家好 我是林梓桐 然後三個關鍵是藝術家 然後原住民族 專題 專題 跟 藝術 黑客 福阿基 然後 在這個提案裡面 它主要的概念是說 內容除了 以藝術為題的黑客通專 主要是希望幫助藝術家做跨界長期 跟其他方向合作 因為其實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 很常不了解自己生產很多不同的多餘的價值 然後都要變成說 要變成一個藝術 想說要變成一個藝術作品才能賣 所以還要進入藝術市場 或者是說另外一種 藝術作品價值交換的方式 是它要變成展 然後觀眾要進入展場 然後買票 然後這些票才會 所有的盈利才有可能會再回到藝術家身上 所以藝術創作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價值 它是沒有辦法被提取的 然後所以它的目標的話 其實就是希望開源共享的 去利用藝術創作過程之中的剩餘價值 協助藝術家社群可以建立比較有公平公益性的基礎建設 然後規模化這樣的基礎交換 那這樣的話會需要什麼樣子的人呢 上面寫 我看一下我自己的小草 我覺得除了一方面是對跨界合作有興趣的人 熟悉社群的人之外 我覺得很需要的其實是一方面的研究者 就是比方說經濟相關或是有相關的研究者 只是去思考說在藝術創作過程中 有什麼東西可以被提取成價值 然後去進行可能的交換 而且是規模化的交換 跟社會企業或者是跟其他的社群交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政策相關的了解的人 比方說因為我們在做那個藝術黑客松的時候 其實中間已經有一個提案叫做 R-Coin 就是藝術貨幣 那他就是做 Cryptocurrency for Artists 然後做 Cryptocurrency for Artists 也幫助推廣說 因為目前就希望可以給藝術家發放最基本的 Universal Basic Payment 就是基本公共薪資 就是說不管做什麼東西 或每個月都可以拿到一定的錢 當然政府福利上其實是比較難做到這一點的 但如果透過 Cryptocurrency 就希望說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讓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好的環境 然後所以當然這也需要說是政策溝通的人 讓這些計畫成型的時候比較容易協助 所以除了一般很重要的是說 社群的研究者 社群熟悉社群營造的人 然後熟悉跨界的人 知道說怎麼樣讓跨界的溝通可能 然後這之外也希望可以爭到 比方說對於如何把價值提取出來 這件事情有興趣的人 或者是對於這個藝術計畫 可以跟其他公共政策部門溝通的人 謝謝